大家好,我是烙鱼 今天這一集呢,最初來跟大家討論 我在交友軟體上看到我最覺得尷尬的 看到我大頭天最尷尬的三種類 因為這個現在網路很發達嘛 我們一定都會用到交友軟體啊 然後我們每次在那邊滑滑滑的時候嘛 我們總是會看到一些人的大頭天 讓我覺得很尷尬 對,就是那種尷尬默契的那一種 第一種就是 他沒有放大頭天 我真的不懂 不放大頭天玩交友軟體是什麼概念 是朋友拿著槍逼你,跟你講說 你他媽更好給我搬一個帳號 不然我就跟你絕交 這是什麼概念 每次我滑到 就是沒有頭貼的人 我都是 尷尬直點滿,你知道嗎 都是超級尷尬的那一種 就是 啊你 放一個沒有連的頭貼在上面 那我 要該加你嗎 我就會有這種想法 第二個就是 寵物 寵物 用寵物 真的也是很尷尬 你是 是你在交友 還是 你的寵物在交友 你是要讓你的寵物在一個 人與人互動的交友軟體 去交人嗎 還是你想要搞人受交 第三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最常見的 我問常看到的 背影 請進照吧 這樣子 好啦 我 好啦我承認 很帥 很帥 我自己 欸沒有 我沒有用背影 我都是用臉 我都是用臉 好嗎我們都是靠臉吃飯的好不好 我們都不搞那一套的好不好 背影 對啊就是會有一種 浪子嗎 八加九的感覺嗎 對不對就是 沒人覺得 給你一種 會給你一種什麼 浪子回頭 的感覺嗎 對不對 可是 就是看不到臉啊 就是看不到臉 女生就是看不到臉 所以把你滑掉啊 對啊 你以為你是朱志青啊 看到老爸的背影 就想哭了 是不是 你 你以為還要剪橘子 是不是 根本就沒人會看背影 就完全看不到你 是誰 誰會加你啊 這個時候一定會有人反駁 我說 我們要用一顆 真誠的心去交朋友 我們不可以看別人的長相 可是 同學 現代人 都是看長相的 呃 這樣說好了 你看 有這麼多人在玩交友軟體 而每一個人都不放大頭貼 都不露自己的臉 那 我們要怎麼去尋找 一個 那個就是 真的可以認識的人 就是 先看他的樣子嘛 你樣子都看不到你要怎麼跟他交朋友 對啊 啊 拜託朋友已經夠難交了 拜託不要再放那些照片 來混淆我們的視聽了好不好 對 我們也非常的尷尬 我們就是要尋找 那個啊 我們的 命中注定的那個人嘛 對不對 或者是交朋友 有些人是 love嘛 有些人是 交朋友 有些人是性嘛 就是大家都不一樣 這集最主要是來跟大家討論 就是 我在交友軟體上面 看到最尷尬的三種照片 好 我是老魚 我們下次見 拜拜